中央社记者郑景文台北十四日电第九届总统文化奖社会改革奖的主题家威今晚特别强调 同婚平权我们要的是民法修法不可以有特别专法 专法是上个世纪产物希望政府能继续努力 第九届总统文化奖今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表扬晚会 这是总统文化奖首次与晚会的方式呈现 今天稍早总统蔡英文已在总统府颁奖给六名得奖者 晚会则邀请得奖者分享得奖感言并穿插影片及表演 社会改革奖得主题家威致辞时缔造晚会高潮 他在头上另带腰间都绑着彩虹旗出席 上台时也可以把麦克风往前挪 接下来我要讲的怕副总统太远听不见 其家威说同婚平权我们要的是民法修法 不可以有特别专法 专法是上个世纪产物 他提到性贫教育要从幼稚圆扎根 要真正落实同性婚姻平权才能讲社会的团结 否则这个团结是假的团结 希望政府能继续努力 副总统陈建仁致辞时提到 其家威是令人尊敬的先行者 二十三十年前他一个人在路上倡导艾斯病患者的权益 孤单身影 三十年来看到越来越多人加入他的行列 他提出的大法官示线 让台湾成为一个婚姻平权的国家 也是台湾人权具体表征 夏今年 把街内民辞认 室 DJ